立想1000美元的折扣优惠 我们来看一只记者独家报道 洛杉矶换资讯网 11月12号记者Jason独家报道 南加州亚美工艺促进中心 12号傍晚在洛杉矶市中心 举办40周年的庆晚宴 那同时呢 而动作影星吴彦祖在活动现场 被夺枪英雄蔡班达颁发奖章 表彰他在盟视枪案当中的英勇行为 当天晚上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苏利斯 前加州众议员吴国庆 亚太社区民权律师郭志明 喜剧演员黄熙等上百名的嘉宾 出席了这场活动 主办方表示 当盟视枪案发生当晚 而当时呢 正在舞厅值班的蔡班达 勇夺枪手的武器 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表彰他的英勇行为 南加州亚美工艺促进中心 在这次晚宴上为蔡班达 颁发了红宝石英雄奖 和Joseph Leto勇气奖 两个奖项 这次的获奖者呢 还包括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和慈善家王门祥夫妇 表扬他们为当地的亚裔社区 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次40周年的晚宴主题是 40 Forward 寓意着这个组织将会继续 推动亚裔社区向前发展 这样的晚宴也是组织 一年当中最大的存款活动 目的是团结亚裔美国人 和太平洋岛民AAPI 并且为其提供民权和法律援助 吴彦祖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并且为他颁奖 吴彦祖说 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颁奖 是给蔡班达颁奖 大家都知道他救了很多人 所以今天晚上会给他 一个英雄的奖章 最近加州有很多暴力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希望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 能够帮忙去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KTLA网站10月13号报道